皇额娘 嫔妃未分 您两次都发还回来了 是不是儿臣 你的不妥当 你是怎么拟的 又是怎么改的 你是皇后 世事要思虑周全 皇额娘是不满意 乌拉那拉式的未分 儿臣未能及时明白 皇额娘心意是儿臣的错 还请皇额娘教导 乌拉那拉式呢 她在锦仁宫守丧三日 今日应该礼毕 那她应该已经来了 傅家 太后 庆主已经到了 那让她进来吧 皇后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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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给太后 皇后娘娘请安 景仁宫丧事已了 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飞陵 景仁宫是你的至亲 按理 你要为她守孝三年才是 这样吧 你不必去你姑母灵前 就在前底待着 五指不得出阁院 好好地为你姑母守孝三年 可是要守孝三年 就看她有没有这份孝心呢 太后能让臣妾在前底守孝 以示大恩 臣妾谢恩 她前陆 接下咱们 替 dear 你儿背着 芮》 受了锦仁公的牵连 臣妾本想着给个品位 由日后逢年节 再进封也不迟 可谁知道 还是被黄额娘退还回来 臣妾无奈 只好改为贵人 可黄额娘还是不满意 黄额娘划掉她的名字 难不成是不要 给她任何威风吗 皇上 黄额娘封青英妹妹 住在前邸 让她为锦仁公守孝三年 并门不出 什么 黄额娘九掌后宫之事 当着臣妾的面 便发露了青英妹妹 臣妾却不敢驳回 黄额娘独断专权 连朕都不事先告知 你又怎敢驳回 请皇上息怒 皇上 黄额娘以孝亲为由 发露了青英妹妹 这也挑不出错来 不如等过些时日 臣妾和皇上 一同去求黄额娘开恩 朕知道了 青英妹妹虽被禁足 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 只差分居东西六宫了 皇后周庆安排就是 是 小心点啊 放那边 转 放那边吧 轻点放 来 搬过来 搬过来 好好好 来 这个盒子得放在这儿 轻点啊 好 好 好 小心点你们 别磕了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我承证 慢点 慢点啊 来 这个放歪了 我那个保卫盒子 给我放好了啊 千万别摔了 搬我一下 来了 咱们这一走 重华公交落锁了 还够点啊 你说这青英姐姐 还出得去吗 放上去 放上去 太后说让她守孝三年 怕是一辈子都不会 放她出来了 谁知道呢 拿过来 拿过来 小心着点 别弄脏了 那边轻点 那可是皇上少呢 都收拾妥当了 来 来 来 主 您听见了吗 他们咒咱们在这儿 一辈子出不去呢 其他的主 位分陆续都定了 搬走了 咱们真要在这儿 住了三年才出去 这宫里还能有 咱们立足的份吗 姐姐 别说了 主听了岂不更伤心 就你知道 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 你还没有 还是为主担心吗 我唠咒 她不算为主担心吗 我唠咒 我唠咒 咱们下 Hemet 大家去吧 姐姐 是我 海岚 海岸 好 大约 你怎么还没搬 我跟皇后说 东西尚未整理完 晚些再搬 皇后替我留了门 你坐吧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 早点走吧 可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 况且 我尚能自由进出 到底方便些 方便一时又如何 比太后的脾气 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眼下太后还心烦 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 我和绿云姐姐 在想法子去求太后 太后怎么了 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 还没一居赐宁宫呢 为什么 听说 是皇上还在让人 休息赐宁宫 大臣 都在为这事劝皇上 太后住在寿康宫 到底是名分不正的 都这个时候了 主还在担心太后 太后住哪儿不都一样 当然不一样 太后若是皇上的生母 这一点便不会计较 就是因为不是生母 所以稍不周全 就会生了嫌隙 以至于母子离心 姐姐 满宫大臣和众嫔妃 都想不出法子解决 姐姐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吧 皇上 昨儿内府说 嫔妃们的封号 都已经由内阁领好 请您定夺 不急 人都还没齐呢 怎么策封啊 清英妹妹是在守孝 可为了这个 沿着其他人的封赏 怕也不好 皇上 慈宁宫要是休憩好了 也好让皇额娘早点入住 说不定皇额娘一高兴 清英妹妹就可以出来了 若是朕 真这么做了 皇娘还是不答应 那朕又得想什么法子 迁就她呢 皇后啊 你想简单了 是 臣妾冒失了 皇后你做琢磨便是了 朕先回养心殿了 你也回去吧 起驾 臣妾恭送皇上 起驾养心殿 娘娘 秘宫是尴尬事儿 依奴婢看 您还是不开口为妙 秘宫是面上的 底下事关清英 这两宫不合 本宫也是为难啊 皇帝还真沉得住气 乌拉纳拉市 被关了半个月 她硬是一声不吭 也不来替她求情 太后若想挪去慈宁宫 跟皇上说一声不就得了 何必这样大费周扎 哀家若是向皇帝开口 若被回绝 难道还一再恳求 若是皇帝为了清英 来求哀家 那哀家再顺水推舟 提出要移居慈宁宫 那便是一事一一事 还是太后思虑周全 不过皇后和其他主 应该会劝皇上的 说不定皇上呢 还会亲自来先提义宫呢 那自然是最好了 奴婢看您做了太后 也不比做贵妃时轻松啊 哀家问你 历来后宫里 哪个女人熬到太后这个位子 凭的是什么福气 历代做了太后的 确实不是诞下心地 就是先帝的皇后 可您担惊竭律 扶着皇上坐上了 久武之尊的位子 您做了这个太后 是您的福气 也是皇上的福气 养育之恩 记得一时容易 记得一世难啊 皇帝刚登基 哀家不能让步 趁着他翅膀还没硬 规矩就得立下 诺亲大人为了移工的事 和皇上争论了半天 您先喝口茶润润 秦力来回话了 慈宁宫已修期完成 太后可以随时移工了 皇娘养育朕多年辛苦 务必将慈宁宫 修期至满意 让秦力好好绣 细细绣 千万不要着急 这 朕的寝殿里 有梅如意结 替朕送到清英那儿去 可 可清竹 正关着首相呢 他不能出来 你还不能去吗 奴才糊涂 奴才糊涂 还有 架上有本曲谱 替朕一并送到那儿去 这 奴才 这就去办 奴才给清竹儿请安 起来吧 王公公 王公公 您可来了 是不是皇上要放我们主 出去了 那倒没有 太后的预旨 是要观着清竹儿守孝 皇上都不便过来 这不奴才都是 悄悄溜进来的 这是皇上让奴才 送来的两样东西 一枚如意结 皇上的意思是希望清竹儿事事如意 还有一本 还有一本《月谱》 皇上说请清竹儿闲而无事的时候看看 替我谢过皇上 我出不去不能面前慎恩 皇上明白 所以皇上派奴才来向清竹儿要一样东西作为回礼 什么东西 皇上说只要是清竹儿的东西就成 这是我刚绣的帕子 安静王公公交给皇上 ufen请王公公交给皇上 着 那路在口堆 多谢王公公 公公 慢走 王公公 皇后和贵妃那边 都来问皇上的消息 今儿的事 要不要评告一声啊 皇上心思深 这事先按着不提 谁都不许告诉我 这 主啊 皇上果真是念着您的 奴婢还以为 皇上这一个月没吭声 是忘了您呢 强头马上 是我和皇上第一次见面看的戏 皇上真是有心了 我得想法子出去一趟 阿若 你去把海长载起来 是 臣妾问皇上安 你都跟朕那么久了 怎么见了朕 还是那么怯声声的 臣妾失忆 你一向很少在朕的跟前走动 今儿个 怎么突然过来见朕了 先起来吧 先起来吧 谢皇上 海岚 朕记得 你和秦英很是要好 臣妾此来 只为求皇上 莫忘了姐姐 叶欣 这雨下得太大了 我不想走路 去传教子来吧 是 在这儿耗着 在这儿耗着 我进去拿 要送去给皇上的点心 一会就出来 别把门给锁了 是 你 说 给 他 难兴 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妾给皇上请安 快起来 快起来 瘦了 也憔悴了 受苦了吧 臣妾有皇上挂念 不苦 臣都没替你向皇上求情 怎算挂念 皇上有皇上的难处 你跟海岚交换 没被人发现吧 没有 你看 今儿可真巧 你衣裳的颜色和镇得那么相似 匆忙出来 我都没来得及打扮 无需打扮 心意相通最重要 咱们多久没见了 三十五天 皇上 臣妾做了几位点心 尝尝吗 好啊 快拿过来 你被关着 还有心思做糕点啊 这三位都是皇上苏日迪爱吃的 臣妾做惯了 这位藕粉桂糖糕是太后爱吃的 臣妾正学着做 还没机会让太后品尝 味道还是很好 丝毫无解逊色 只不过 就算你再怎么用心 皇上娘也未必会喜欢 凡是莫说尽 万一太后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呢 这糕点酸酸甜甜的 你喜欢的 皇上爱碧瓶 本应似时插花 人做花瓣 取其芳香满床 卧之神清气爽之效 但是现在点的龙咸香 不插花也是好的 以免乱了气味 朕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看 这四处的碧瓶 都是空着呢 朕闲的时候啊 就观赏观赏 把玩把玩 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幅画 好像是个什么故事 老来子彩衣于亲 这你都不记得了 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的第一篇是 明子谦单一奉亲 你记差了 二十四孝的第一篇呢 是于顺孝感动天 第二篇才是 明子谦单一奉亲 皇上心中存有孝道 才会记得如此清楚 二十四孝第一篇 是于顺孝感动天 说明在世人的心中 百善孝为贤 由以君王为典范 宣扬孝道 皇上刚刚登基 政务繁忙 是不是已经忘了 在寿康宫的太后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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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孝 皇阿娘独断专行 丝毫不顾朕的感受 太后和姑母 居怨颇深 请皇上不要顾及 姑母和臣妾 以免坏了母子天和 朕当然希望 以天下之力 来安养皇阿娘天年 只是朕才刚登基 皇阿娘就如此 雷厉风行 臣妾只求皇上 为天下之表率 为百姓敬服 千万不要以臣妾 一己之身为念 可是朕的心里 总有到过不去的坎 朕的亲生额娘 皇上的亲生额娘 只有太后 她现在住在寿康宫 等着皇上去接她 住慈宁宫 皇阿娘多年转账 在朝中与宫中 都颇有权势 只一个乐亲 便是皇阿娘族人 权倾三朝 若是朕 事事都迁就皇阿娘 那朕岂不是被她 牵着鼻子走 皇上 那不是迁就 那是孝顺 在后宫 皇上可以对太后 孝顺有加 在前朝 以皇上的才干和魄力 足可以威慑天下 皇上胸怀韬略 还请皇上三思 景仁公才刚暴毙 你就立证皇阿娘清白 要是皇阿娘 知道你来求朕 她一定会很后悔 这么为难你的 朕如此就好 还请皇上打开心结 不要再计较了 这件事已经一回多月了 太后也挺为难的 皇上 就依你的 孝顺皇阿娘 以养天年 好吗 就依你的 臣妾多谢皇上 你放心 这会是皇阿娘 开心的时候 再替你求情 臣妾该走了 海澜还在被关着呢 好 朕送你出去